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要从第十章第二十一节看起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神会不会弃绝离弃 他的百姓 神会不会弃绝离弃 他所造的世界 神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神造了美好的人类 因为人的罪恶 悖逆抵挡神 神后悔了 圣经上这样讲 神后悔造人 神要把人 还有所有的受造物都消灭 这是挪亚的洪水 神对一个臣 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 的种种罪恶 忍无可忍 要把他都消灭了 在创世纪里 有两次记载末世的事 一次是洪水 一次是天火 那么神对 悖逆他的 一直悖逆他的世界和世人 有极大的宽容 但是 总有一个底线 忍无可忍 就消灭了 而且不仅在忍无可忍中间 消灭了 神还留下一个救恩的办法 就是借着信靠上帝 人可以得到拯救 那么信靠上帝的榜样 就是亚伯拉罕 信靠上帝的族群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信靠上帝 他们跟神立约 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 他们愿意遵守上帝的法则 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这群 在罪恶的世界中 神所拣选出来 希望能够成为榜样 成为众人的榜样 人都遵守上帝的话 在罪恶的世界得到拯救的人 可是整个旧约圣经看起来 好像是我说过 上帝的失败史 上帝好像失败了 上帝好像没有办法 叫这些百姓走向正路 上帝没有办法叫人归向正路 上帝好像也没有办法叫 他所拣选的百姓归向正路 我自己觉得人是越来越悲观 我觉得人类 我们应该越来越乐观 但是人类是越来越悲观 所用的方式 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更快乐 更幸福的 这种盼望 好像越来越少 那么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 我刚才说旧约圣经 好像是 耶和华的失败史 各位 人失败没有关系 人本来就是罪人 那么如果神失败了 那就麻烦了 神不会失败 我先赶快讲 不过如果我们用婚姻来讲 好像神失败了 对不起 这个跟我们现在是相反的 不过圣经是这样用 我就说了 现在我们通常是做丈夫的 不忠于婚姻 那么可是在神跟以色列人的婚姻当中 是做妻子的不忠实 就是旧约圣经里 一直有一个描述的方式 他的妻子以色列人 就是一个见到男人就喜欢的人 见到偶像就败的人 圣经上 尤其是先知书 尤其是以西节书 描述这些很多 即使我们对圣经不熟悉 大概也晓得神常常用荡妇 淫荡来形容以色列人 神要表达他的痛苦 他那种爱妻子 妻子却不爱他 不但妻子不爱他 妻子爱其他的男人的这种痛苦 神叫先知和西亚 要娶当妇 各位真的神的仆人很难做 为了要把神的心情表达出来 我是一个老实的丈夫 我老婆常常勾引别的男人 我很心痛 那我要把这个心情表达出来 和西亚你来讲 那你要能够表达我的心情 你就取荡妇为妻 而且要收那荡妇跟别的男人 结合的小孩为你的小孩 而且不止一次还两次 各位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很多解经家说 和西亚取荡妇为妻的事 完全是一个比喻说法 实际上没有的 不过我看那个经文 不一定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总之神很痛苦 和西亚书十一章第八节 耶和华对他的妻子 对那个荡妇说 以法莲啊 我怎能舍弃你 我没办法不爱你 你一个偶像一个偶像 一个男人一个男人 把我气死了 但是我不能够舍弃你 我不能弃绝你 但是不能弃绝 没有解决问题 就是以色列人 还是一直有这个拜偶像的心 就跟我们今天基督徒 很多时候一样 好嘛 神赦免我们 神爱我们 神总是赦免我们 神总是爱我们 很好 但是能不能够再进一步 让我也爱神一点 我不希望我始终在一种 纯粹被赦免 哎呀我实在很烂 但是上帝就一直赦免 各位我们基督徒是 有好消息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是唯一 有好消息的信仰 因为我们是唯一认识真神 认识救恩的信仰 别的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一再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的 合乎圣经的 实际的 有盼望的生活 因为的确主给我们盼望 但是主给我们的盼望 我刚才已经描述了一些了 就是实在你要知道 那有多么的艰难 实在不太容易有盼望 实在这是一个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爱的关系 实在是太难建立了 当我们说 当我们的神跟我们讲 要我们尽心尽性 尽力尽意爱他的时候 实在是太难了 各位我们爱偶像 爱上帝以外的东西 太容易了 感谢主 和西亚书最后有这句话 我必医治你 背道的病 这个病 这个罪恶 一定会得到医治 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 但是不只是启示录 我们现在也应该经历到 启示录讲到 那个心腹 教会 神的儿女 终于有一天 是坐在家里 打扮得整整齐齐 不再等别的男人 而在等自己的新郎 那么这是 是了不起的救恩 救恩是有很大一个部分 是赦免我们的罪恶 但不只是这个 救恩不仅赦免我们的罪恶 救恩总会越来越 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 不是免去罪恶的刑罚而已 而且是免去罪恶对我们的挟制 那么在看圣经的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这个 这一段保罗愿意面对现实的经文 告诉我们 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 有没有 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 看起来是冲突的 我问这个问题 有位姐妹就非常的 很有信心的说 没有 感谢主 我想那么早就来崇拜 下那么大的雨 一定是很有信心的姐妹 所以神不会拒绝 我也很愿意阿门 可是如果聚会完了 出门 希望那姐妹没有 摔了一跤 然后骨头又摔断了 然后又碰到一个佣衣 没有好好的衣 他一辈子都要瘸腿走路 也许我们有一天 在很艰难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神弃绝我们了 各位我们人是软弱的 我们人一帆风顺 一切都很鸟语花香的时候 主真是爱我 我们听到一篇好道 听到好的见证 眼泪洗涤我们心中的难过 主真是爱我 主我永远爱你 这一次绝不会改变了 绝不会吗 出门摔一跤就会改变 各位我们的信心是很软弱 很脆弱的 要求主帮助 保罗当然说 神没有弃绝他 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但是这个答案是冲突的 举几个比较有名 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诗篇八十九篇 尤其是三十节以后 神说 如果大卫的子孙离弃了上帝 神会责罚他们 但不会离弃他们 我不会全然将我的慈爱收回 他前面有讲 特别提醒你 我对大卫家 不会像对扫罗家一样 扫罗家最后全然离弃了 大卫家不会 大卫的子孙会永远坚立 特别是诗篇八十九篇 三十到三七节都在讲这个 安慰我们的话 不必担心 我们都是大卫的子孙 做错了 得罪上帝 神会处罚 神会管教 但是不会永远离弃我们 而且通常都是 轻轻的放下了 那我们很得安慰 真是圣灵也是 这么叫我们心脏受不了 讲到三十七节还说 不会 到三十八节就说 但你恼怒 就丢弃以色列 到底丢不丢弃 上帝有点像人 神不是人 神是神 永不改变 但有时候神好像人 说了一些夸口的大话 哇 永远爱你 尤其你这么可爱 美娇娘 哎呦 真是永远爱你 等到你气我的时候 受不了了 我不要你了 对于大卫好像这样 撒门尔记上第二章三十节 神对以利加也这样说 神对以利加说 我曾经讲过 他也好意思这样说 我曾经讲过 以利加永远行在我面前 我会永远的爱以利加 但看你管你这两个儿子 屡次失教 你儿子失德 说起来他儿子败德 我看也没有多久 大概二三十年吧 上帝说 我说 我会永远与你们同在 祝福你 现在我不要这样说了 我要弃绝以利加了 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 第六章三七节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永远不丢弃他 这句话 在我很多绝望的时候 灰心的时候 想死的时候 安慰过我 我必须常常用这句话 来对我说话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神不会丢弃 愿意到他那里来的人 可是你也看到很多的人 包括旧约的时候 扫罗不是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不理他 C.S. Lewis在他自己的妻子 生重病 死亡以后 写下那个很有名的 A grave observed 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 我想针对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他说我到神的门前 敲门 没有人来开 我听到有人走过来了 他把门栓在锁上 就又离开了 神来了 明显听到你的声音 不开门 而离开了你 C.S.S. Lewis大概12世纪最有名的基督教的传福音的使者和味道学者了 可是人在软弱的时候 实在很难继续有信心 最有名的西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 信徒 尝过天恩滋味的人 认识上帝的人 受过喜的人 领过圣餐的人 参加过培林步道会 绝志要侍奉主的等等 被主大大感动的人 如果离弃真道 赎罪记就再没有了 到底神会不会离弃 他的百姓 那么我们的答案当然是不会 神不会离弃他的百姓 神不会离弃 他预定 他拣选 他认识的百姓 不过 这是神在永恒中的计划 我们人看不到 我们人活在时间空间中 我们人活在上帝的恩典 圣灵的光照 也活在我们肉体的经验当中 所以当我们被圣灵感动 神的话感动我们 使我们的身体 使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的眼睛 很感恩 很赞美 很享受 我们眼泪流下来 我们赞美上帝 我们觉得主又真又火 我们觉得我一辈子要跟随主 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验 有的非常强烈的那次经验 可能就叫他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了 但是就跟我刚刚讲的 太长 太久 不必太痛 太长太久的不舒服 会叫我们信心小下来 不用太多 我自己说过 你只要失眠三个晚上 恐怕信心就不大有了 只要你牙疼三个钟头 信心就不大有了 我们很软弱 当神用他永恒的计划 绝不改变的拯救或弃绝某些人的时候 这是真实的 而且这比什么都真实 但我们人看不到 我们人 圣灵有的时候帮助我们 让我们确知 不是有时候 应该是一直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确知我们是蒙爱的 这是真的 但是我们又很容易把 圣灵给我们的感动 跟我们自己的感觉放在一起 以至于等一下牙疼了 等一下失眠了 我们又觉得 神没有听祷告 我们又怀疑了 又动摇了 我们需要一个东西 在教会历史上 在个人和团体上面 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一个东西 让我们有一个assurance 我们确信我们是属他的 很多姐妹们 很多女士们 很喜欢问男人这问题 你爱我吗 耶稣也是这样 对不对 好像不太放心比的 你爱我吗 问完孩子 你爱我吗 真的吗 比这些都多吗 比的都烦了 耶 我们会问 有没有东西可以保证 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好像很难 我们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 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受过喜 是不是保证神不会离弃我 我受过割礼 是不是保证我在约的子民中 我被圣灵充满 我被圣灵充满 说过方言 是不是表示 我是属神的 我觉得在 在我们的宗教生活里面 信仰生活里面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让你有一个特殊的经验 非常强烈 让你确知 哦 我是属上帝的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 我们不轻看洗礼 不轻看圣餐 我们非常感恩 神借着非常频繁的物质东西 来传递他永恒的真理 这一点我多次讲过 圣礼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奥秘 不纯粹是一个经验性的东西 的确圣灵借着这个 让我们在恩典中 更加的确定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洗礼 割礼 圣餐 你领过这些 都不保证 你是上帝的儿女 因为我们在前面就看过 罗马书第二章 二十八二十九节 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是心里的 在乎灵不在乎疑文 什么叫在乎灵不在乎疑文 受割礼割一刀 流了血了 很痛了 好像你的罪恶割去了 好像在这仪式中你跟上帝立约了 但这只是仪式 必须有真正的实质 你是会爱他爱到底 他也会爱你爱到底 我们可能用婚礼来说吧 婚礼有什么 婚礼能够保证我们的婚姻幸福吗 我们在教堂里 我们请最德高望重的牧师 我们请最好的师班 我们打最好的戒指 能够保证 尤其他在众人面前说了 我愿意 是不是就可能 借着这个礼仪 我们有美好的婚姻生活 各位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现在讲的比婚姻还要重 我们讲的是永恒的事 婚姻再怎么样 也不过是几十年 永恒的事 我们永远不会被主弃绝吗 有的时候 我们很厚脸皮 但是也很有信心的说 主我弃绝你太多次了 我忘记你 我天天都忘记你 常常都忘记你 不过 你不要忘记我 我们会忘记主 主不会忘记我们 有什么能够证明 主不会忘记我们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受过喜 受过割离 可是保罗说 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罗马书九章八节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一 我生出来的 你生出来的 亚当夏娃 后一生出来的 每一个人 除了耶稣之外 每一个人 都不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 最起码 我们在罪恶中 我们是在罪恶中生的 我们是魔鬼的儿女 我们不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必须是被神生的 神永远爱他的儿女 你必须是被神生的 这是罗马书第九章讲的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也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你如果要进神的国 你要成为神的儿女 你必须是神生的 这是很难的 耶稣说 你已经坏了 人已经坏了 人不是小小的改一改才行 人必须重生 尼格迪姆说 人老了 怎么进到妈妈肚子里重生 尼格迪姆错了 如果有一天科技 可以让一个人 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 或者说有一天科技能够进步到 我们进到一个实验室 一个医疗室 我们开始大量的换血 换内脏 换肝 换皮肤 出来一个崭新的人 甚至再有一天 再过若干年 经过科学家的改变 我们变成什么 变形金刚 我们的关节 我们的手 我们的脖子 我们的心脏 可以用一千年 可以用一万年 可以飞 各位 我们仍然 不是神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这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神的震怒之下 另外一件事 即使有一天 像尼格迪姆说的 从妈妈肚子里重生了 即使有一天 像科学家说的 我们仍在科技之下 可以改换 我们仍然会被消灭 我们如果要进入 永恒美好神的国度 我们必须被神生 我们如果要不被神弃绝 我们必须是神拣选的 神预定的 神认识的 是神生的 那什么是神生的 各位回去想一下 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跟尼格迪姆的对话 神生的 神 圣灵和水生的 那是什么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 出于神的 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丛林生的 就是有信心 信神 信耶稣 信耶稣话的人 听神话的人 就是神生的 耶稣说 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 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的人 我们是神的儿女 真以色列人 真基督徒 真正信主的人 和他 他是不是神的儿女 和他的种族 血统 先天后天 没有关系 只有真正信神的人 听神话的人 这是神的儿女 好 所以各位 没有客观的一个证据 洗礼不能证明 你是神所拣选的 洗礼不能保障你 跟神的关系 虽然很重要 如果你要是神的儿女 我觉得人间能够有的 从圣经来看 只有信心 你信主吗 但信主好像又很含糊 我们常常想要用什么东西来代替信主呢 我们又回到音信称义了 现在西方很多教会 我们东方的也有人在庆祝 马丁路德改教的五百年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根本不懂 马丁路德在讲什么 音信称义在讲什么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感觉我们找的证据 绝大多数 如果不是所有 我们找的证据 就是行为 我是不是神的儿女 我的行为有没有改善 我有没有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我有没有更有爱心信心 温柔忍耐等等 个人是如此 教会团体也是如此 这是不是一个好教会 是不是一个真教会 这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 看他的行为 看他的品性 各位 这不是不重要 这不是不好 但这不是一个标准 第五节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即使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我们是凭着信心 凭着恩典 不是凭着行为 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 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以色列人在追求一个东西 各位我们都在追求不同的东西 我们追求快乐 我们追求金钱 我们追女孩子 各位弟兄们 你要追女孩子 一定要凭行为 不能只凭信心 你要有好行为 你要常常借花献女 你要常常有温柔等等的行为 但是 你追求上帝的肯定 上帝对你的爱 上帝对你的称赞 不能凭着行为 不能 你追求对了 已经是很难得的事 你追求神 你不像很多人 只追求世界上的情欲 像Hefner那样的人 你追求神 追求从神来的义 这是很了不起的 人愿意这样追求 已经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你愿意这样追求 你不凭着信心 你仍然追求不到 有一个很可悲的例子 有一个少年官 他到耶稣面前 他跑到耶稣面前 他跪在耶稣面前 他在大庭广众面前 跑到耶稣面前 跪下来 称赞耶稣 良善的福祉 我当做什么行为 才可以承受永生 各位 他到主面前 他寻求神 甚至圣经上说 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他仍然是沉沦的 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 一个人被耶稣爱 一个人仍然沉沦了 因为他没有信心 他信不过耶稣 各位行为很好 圣灵的果子 我们应该多多的结出 但他不能成为你得救 称义 被上帝悦纳的保证 因为你总是不够好 我们所有的一切 包括靠着圣灵 结出来的好果子 行为 都不能够得到上帝的义 唯有基督 唯有基督 其余根基 全是沙土 利在基督 盼世坚固 其余根基 全是沙土 其余的都是沙土 即使是靠着圣灵结出来的 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 除了耶稣 除了耶稣 在释迦上为我们所做的 没有别的 所以很难吗 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 很难吗 从一个角度来讲 又很容易 凭着信心 你要看行为 你要看信心 都一样的困难 我们说以色列人 好像整个是一个失败的 是上帝失败的一个历史 以色列人一直被逆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生的儿子以撒 虽然也在约中 但是已经比亚伯拉罕差一些了 雅各就更差一些了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更堕落了 在埃及的那四百年就更加堕落了 在旷野的四十年 跟神立约 这群百姓 这群子民就远离主 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了 神多次要弃绝他们了 在加拿美帝的那四师的时候 也是一样 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亡 个人偏行几路 整个旧约你看到 以色列人这群百姓 似乎是就是惹上帝的愤怒 惹上帝的愤怒 最可悲的 当然很多次的很可悲 最可悲的恐怕是这一次 就是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 神的仆人 以利亚是神的仆人 摩西是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要照顾神的儿女 像摩西那样 像大卫那样 像约瑟那样 等等 以利亚也是 神的仆人不仅要照顾神的儿女 神的仆人要为神的儿女祷告 求神赦免拯救 摩西多半都在做这个工作 但是做到一天 摩西几乎也从为他们辩护 做以色列人的律师 变成了为他们 没有控告他们 但是成为他们的见证 摩西一生都在为以色列人祷告 但在晚年的时候 他叫以色列人唱一首歌 他说你们唱这首歌 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我不再做你们的lawyer 替你们辩护了 我也不做你们的prosecutor 控告你们 但我要做你们的witness 证明你们是怎么败坏 当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对以色列人说 我在的时候 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 我如果走了 你们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各位圣经上好多属灵的伟人 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要对那些活着人说话 说什么 对不起 你也想一想吧 如果你要死的时候 不是咒诅你 如果你要死的时候 周围都是你的亲人 你看到他们状况 你会说什么 保罗曾经有过 不太好的经验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 他跟以福所的长老说 我要离开你们 以后见不到面了 我知道我走了以后 会有凶暴的豺狼 来到你们中间 就是你们自己 也会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 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会看到这一群 不认他 远离他的会怎么样呢 摩西会怎么样 大卫会怎么样 你可以看圣经里面 这些人都在 面对死亡 跟人分离的时候 讲一些话 是悲哀的话吗 No 各位 摩西即使在 交以色列唱那个歌的时候 你回去看生命记里 那个歌 还是祝福的 我要说的是 神不会撇弃 他预先所知道的儿民 可是 以利亚 好像是个例外 以利亚大有能力 但是牧养这群百姓 牧养到最后 心灰意滥 第一个心灰意滥的反应 就是他求死 不想再做下去了 第二个心灰意滥的反应 就是控告 不是魔鬼撒旦 在控告以色列人 魔鬼撒旦是在 控告以色列人 魔鬼撒旦在 约伯记就在 控告人 魔鬼撒旦在 天上就专门做 上帝的special prosecutor 在控告我们 以至于 启示录说 那昼夜在神面前 控告弟兄的 已经被塞下去 你不要以为魔鬼是 头角猙獰 可怕的一个怪物 他是 但是他也是 西装革履 彬彬有礼 熟悉上帝的律法 用上帝的律法 在控告我们 而且他控告都是真的 现在以利亚也在控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他们还要 我的命 主啊 你的教会 你的儿女 无药可救 神 神抛弃了他们 这是最悲哀的时候 神没有抛弃 神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如今 也是这样 各位 历史历代 都有神的渔民 神所拣选的人 所谓渔民 就是在 历经 沧桑 经过一切的考验 打击中 靠着主恩典 仍然站立的人 我希望这里的 每个弟兄姐妹 都是这些人 神为他自己的名 留下的人 包括你们每一个 还有更多更多 这是出于恩典 不是出于行为 以色列人的悖逆 在圣经里面 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圣经里面 所有的不好的事 都有非常好的结果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能得益处 伊甸园里那一件悖逆的事 是最悖逆的事了 是万恶的根源 整个人间的痛苦 都是来自伊甸园的悖逆 奥古斯丁说 这次的犯罪 叫Felix Copa Felix是好的意思 Copa是罪恶的意思 一个美好的罪恶 当然罪恶没有美好的 他说 人类的堕落 是很可怕 但是显出上帝 救人的智慧和爱 每件事都是这样 以色列人的堕落和悖逆 看起来神就因此抛弃他们了 那是从十一章十一节开始讲的 我且说他们的施脚 是要他们绊倒吗 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发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这意思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保罗在讲 以色列人拒绝了上帝的救恩 一再拒绝 一再远离 于是上帝很痛苦 他的妻子离他而去 但上帝不能不爱 上帝是爱 上帝是爱 他一定要有爱的对象 当以色列拒绝他的爱的时候 上帝就把这爱临到外邦人 外邦人就大量的领受了上帝的祝福而蒙恩 当外邦人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祝福 信靠了耶稣而蒙恩的时候 保罗说就会激发以色列人归向主 两千年了 这话还没有实现 不过这是保罗的意思 以色列人不信 使上帝去爱外邦人 外邦人蒙恩得救 激发以色列人归向上帝 以色列人归向上帝 这个世界就更加的丰富 十四节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轻 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更是死而复生吗 这里有很多在讨论 以色列人最后会怎么样 我们不去谈那个 我们再谈一件事 就是各位 再悲惨的事 包括你自己生活里面 我多次多年多方 远离上帝得罪上帝 主有没有撇弃我 主还要不要我 主要你 我们有这颗心 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知道 主向我们有恩慈 死亡是可怕的事 耶稣的死是最可怕的事 被盗是不应该发生的 以色列人的被盗是不好的 但是因为神无比的爱 和无比的智慧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祷告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怜悯你的教会 怜悯你的儿女 让我们真是成为喜剧演员 我们不是在那里悲哀哭泣 做无禁止的叹息 我们是欢呼喜乐 在眼泪中 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胜利 给我们的恩惠 给我们的欢笑 我们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